有一個需求是這樣 我就寫說 請幫我把以下的ECEL公式轉換成VBA程式 就這樣按著敘述 然後我就把那個公式直接貼到底下 然後我按Enter之後的話呢 Charge VT就開始思考了 看一下 他這邊還有敘述 我覺得他打的感覺好像很像人打的 所以他機器人 你完全感覺不到他是個機器人 而且你可能 你們也許我現在問的問題的 給我的答案 跟你們打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又不一樣 OK 所以他其實 真的也蠻像 那甚至有網路上有網友說 是不是那個違反公司請了很多的那個公讀生在背後 就是偷偷 可是不可能啊 你說大家都在用幾億個人同時使用的話 幾千萬個人你要請那麼多工程師 工讀生 工讀生也不太可能 工讀生怎麼有答案 哇 那怎麼可能 所以還是需要像聊天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寫了什麼 到底能不能用 那你會發現 他已經有幫我寫出來一個VBA程式 但是他寫出來程式是一個Function 那你說老師你之前教的都是Sub 那現在給的是Function 可不可以用 其實在VBA裡面有兩種形式 一種叫Sub Sub就是像按鈕按下去 就從頭執行到尾 那另外一個Function 就比較像是Excel裡面那個插入函數 也就是說這個會變成是一個制定函數 也就是說在Excel裡面內建函數裡面沒有的 我另外寫出來的函數 那怎麼用 那我教各位啦 其實這個很簡單 如果要用的話 我就把它Copy Copy之後的話 那一樣嘛 就直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的這個模組 任何一個地方的下方就可以了 或者另外開一個啦 我剛剛是你把它分別開了 我習慣另外再給他開一個新的module 所以呢 他理論上應該會放在最下面這個module 叫 module 沒有 因為我剛剛錄製好像在module 5啦 那新的應該在module 4 那我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反正你就是開一個新的module貼上就ok了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的開頭如果是Function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函數 那就不能像我們之前那個sub一樣 去執行他 你不能說 像之前這樣執行不行 他不能跑 他會變跳這裡 那你要怎麼跑 其實他跑的方式喔 跟你在執行那個函數一樣 只是不是這麼一串 我把這一串先刪掉 Ctrl-Ship向下 那我游標放這裡 那我如何去執行剛剛的那個Function 很簡單 從這邊執行 插入函數的時候喔 請你找到呢 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如果選應該要選哪個類別嘛 我們之前好像是選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用文字類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剛剛那個函數放哪裡 如果你假設呢 你的VPA裡面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的話 你點選你會發現最下方會出現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使用者定義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當你的模組裡面 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喔 如果你一個都沒有 那這個不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電腦應該沒有 使用者定義這個東西 可是當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的話 你點了之後喔 你會發現喔 他就出現了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Function 那 ChargeGT幫我們寫的那個Function的名稱啦 有沒有後面那個名稱 他叫這個啦 叫Extract Address Part OK 當然你如果這個名稱 你不喜歡的話喔 你是可以改的 改成別的名稱也OK 好了吧 我們暫時先不改 那一樣按確定之後的話喔 他這個時候呢 一樣會跳什麼呢 會跳一個選項 跳這個啦 引述 這個感覺用起來其實就跟 我們在用那個內建函數是差不多的 那前面會 有一個參數 參數的名稱叫Adress Adress是什麼 叫地址嘛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要把它改成中文也可以啦 你改成地址也可以喔 然後把這個地址給他 那你會發現他有沒有真的幫你把那個街 取出來 其實是有耶有沒有 但是他少一個字 所以這個就我剛剛講那個Bug啦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可以自己再回頭看那個Function 到底他為什麼少一個字 你可以把少一個字 的那個Bug解掉的話 那他也會變成三個字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試一下好像OK 按確定有沒有 一個OK嘛 向下填滿 那Function好處就是不用再寫回圈的啦 你向下填滿 他就全部都查完了 那只是說差一個字而已啊 所以差一個字 怎麼辦呢 對你就要把他寫好的這個程式裡面 到底為什麼 少了一個字 把它解出來 那答案就有了 其實應該也不難找啦 我在猜應該是這個地方 MID有沒有 MID是切 地址裡面 然後呢 這個應該加1 加1應該是指的是 那個後面的地址 對對對 所以這個不會錯 減1不要 對 如果把減1拿掉 那這個Bug 你好厲害 你馬上可以解 所以你很適合用CharGBT 馬上就有答案 所以以後你只要把那個公式 貼在CharGBT上面 然後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它轉成 那個這個VBA程式 不過我 他好像預設是Function 甚至你可以再跟他講說 幫我轉成VBA 的Sub程式 他或許會給你一個Sub 也不一定 反正這個 我覺得我們只是 去嘗試啦 因為 現在 教育部也一直在推啦 希望老師把那個 AI融入教學之內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在做一個嘗試性的 感覺好像應該 結果不差啦 發現好像 開了一扇窗 以前好像很麻煩的事情 突然好像有變簡單一點點 可是也沒太簡單 因為他程式還是很複雜 OK Delete了 好 接下來試試看 結果會不會是如我們所謂 其實你delete了之後 你剛剛的動作其實不用重做 你只需要把游標再放在這裡面打個勾 他會重新再run一下那個程式 所以會跑比較久 他有點卡住的狀態 馬上就 得到正確的結果啦 哇 真是 所以 如果以這個地方來看 值得了 OK 雖然不然以前的話 你光要把那一串的公式 要轉成VBA 其實就是很難的事情 但是他突然間 讓你變簡單囉 好啦 我把重點再 給各位講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嘛 你們可能還是自己 用你們的 方式啦 就是 或者是說我待會把它貼 貼到那個 那個雲端上好了 這一段 也許我就先把它貼到我們的 這個地方好了 反正我待會找一個地方放 然後呢 你們再自己在 或者如果可以你自己在 再登到裡面 然後我最後其實 只有把這個地方 把它改一下 至於使用的方法 就把這一段複製 找一個模組貼 或者你 假設不一定放新的模組 你放那個 SUB下方也可以啦 然後呢 使用的方法 記得不是執行 因為它跟SUB不一樣 它是個Function 你要執行正確 記得一定是要 把游標 記得哦 放在這上面 然後 一樣是跟之前 會有一個使用者定義 找到之後使用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現在的測量 谢谢观看